大家好 我是戴戴萌 一个脑瘫的残障自媒体博主 不知道大家平时刷不刷短视频 有没有刷到过一些残疾的博主呢 有吗 会不会有 如果刷到的不多的话 那么大家平时有没有接触过残疾人这个群体呢 没有吧 我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很尊重残疾人这个群体的 但可能也会有一些好奇 走在路上会忍不住想要偷看一眼 我也会 然后搞得自己偷感很重 如果这个人看起来行动各方面比较困难 然后又比较低调 我们是不是就会觉得 哎呀 这个人真不容易 如果呢他跟我一样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个残疾人 但是呢又有点花里胡哨的 我们是不是会觉得 哎 他是不是好像应该挺厉害的 这就是大多数人眼中的两种残障人 我去年参加了北京的一个公益活动 借此呢认识了很多的残疾博主 其中一个呢是一个罕见病的患者 是个坐轮椅的小姑娘 下半身完全萎缩 然后呢手部也只有几个手指头可以活动 她是湖北人 但是呢她却一个人在青岛工作 在一个公益组织里面促进一些 不让爱的建设和完善 同时呢也是一个自媒体博主 我非常喜欢看她的Vlog 特别的治愈 跟我的画风完全不一样 然后呢活动期间 她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说自己怎么样一个人从小城市 独自一个人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工作 然后呢大家都觉得她特别厉害 很佩服她 我跟她之前是在网上互粉了 然后呢当了一段时间的网友 线下见面我就跟她聊天找她玩 你们也知道的 博主见面 商业互吹 而且我当时确实也不知道该怎么样 跟她打开这个聊天的话题 所以呢我也去跟她说 哎呀你太厉害了 你这样跟一个人去别的地方工作跟生活 然后她回答我说 现在年轻人不都在外地打工吗 我虽然也是没毛病 我当时好像理解了她这句话的意思 又好像没有 直到我上个月 去参加了另一个活动 是一个自媒体充足的大会 请了很多的博主 去分享自己做账号啊 内容创作的经验 各个赛当什么类型的博主都有 主办方邀请我呢 是因为我算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 残障博主 创作者大会嘛 那我要分享我的创作经验 对吧 所以发言稿 我也想写得有意思一点 才能体现出我做一个段子手的实力 结果 就是我自认为 我的发言啊 还挺好笑的 结果当时台下 只有陪我去一起去的那个朋友 一个人做那嘎嘎乐 然后等我发言结束以后 到了合影环节 每个人都来跟我说 我刚才听哭了 你太不容易了 我请问呢 我当时真的两眼一黑 家人们谁懂啊 我被励志了 我的演讲中途呢 是有几次停顿 可能是我那天有点误导大家了 因为我那天刚好腰伤 腹发就是很疼 然后呢 面对台下听众会有一些紧张 就导致我有一些 今晚现在抖动啊什么的 只要我一停 台下的观众就拼命给我鼓掌 给我鼓励 但实际上是 我的每一次停顿 都是因为我忘词了 但是大家不这么觉得啊 他们觉得我好励志 然后感动得嗷嗷哭 然后我还不能说什么 我再也不玩抽象了 这个时候我才理解 那个轮影小姐姐 跟我说那句话 手上的心情 我只是在跟大家 做一样的事情上 怎么就厉害了呢 这就是大众对残障人的刻板印象 导致很多残疾人 被励志 被震能量了 给大家简单地说一下 为什么会做自媒体博主吧 首先我是一个从小成长环境 特别好 就是我从来没有因为我残疾 而受到过任何的歧视 或者霸凌 然后父母亲戚也都特别地开明 没有任何的特殊对待 然后呢大学时期 我也是去到了国外上学 然后呢感受到了一个 对残障人更加友好和松弛的环境 落就了我比较外向的一个性格 就是我不太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然后神经相对比较粗 所以还挺适合干这一行的 其次呢我本身就是自媒体从业者 我大概是18年入行短视频行业 从文案策划开始到脚本撰写 再到内容就是短视频的内容策划 账号运营 然后给自己做账号 算是一件非常水到渠成的事情 我做自己的账号之前 关注了很多的残障博主 用自媒体的行业的话来说 就是找了很多对标账号 然后我就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残障博主的类型其实挺多的 有什么残障的美妆博主呀 瘫痪的游戏博主 还有轮椅日常博主等等 他们的内容呢也很优秀 但是我发现这些博主 包括还没有成为博主 但是想要靠自媒体创业的残障朋友 我点开他们的主页简介吧 十个有八个写着 正能量残疾 大家经常会刷到一些 就是吐槽的视频吧 就是那些健全的博主们 遇到什么事情 生气了就拍个视频 然后发个风给网友们看 对吧 然后网友看他们骂的妙语连珠 也很爱看 然后看完以后 哈哈一笑就过了 但是你很少见到 残障博主们上网发疯 我有想过 我也像别人一样 就遇到什么事情 发个风拍个视频 但是加上我的身体状况 观众们是不会觉得 我在发疯吐槽的 他们会真的觉得我有病 你知道吗 就是不是骂人的那种有病 而是医学意义上的有病 我要是上网吐槽 就是我遇到的什么什么事情 马上评论就会有人说 这是急事残检 你看你都这样了 他妈还这样 你要抵抗命运的不公啊 所以呢 残障博主 包括普通的残障群体 都在为大众的刻板印象裹挟着 失去了一些选择权 就是选择做一个普通的博主 和一个普通人的权利 我这里呢 说的是那些能够生活 基本自立的残障人和残障博主 不是那些重度残障的那些残障人 我觉得残障博主呢 首先它是博主 残障只是博主身份的标签而已 就是博主呢 是靠标签来区分的 美妆博主啊 旅游博主啊 美术博主这些 然后再用不同的标签 去接着细分 我们应该刷到过 什么美妆章层博主 美妆仿装博主 还有那些讲段子的美妆博主 对吧 然后呢 再一直靠不同的标签 往下细分 同时呢 我觉得残障博主 和其他博主 应该是一样的 就是可能有的人会觉得 残障利用自己的缺陷 博同情啊 博流量啊 很不好 但是其实自媒体时代 所有的博主 都是在利用自己的外貌 自己的标签 在博流量和博眼球 在我看来 残障博主 利用自己的身体残疾 拍视频吸引人 跟那些颜值博主 没有什么区别的 最终 观众决定关注一个博主 一定是因为 他的视频内容 而不单单是外貌 大了 因为颜值 而关注别人的人 大有人在 但是因为别人残疾 就是关注人家的人 就很少了 也有 但多少有点变态 既然就是博主 类型平等 残障博主们 各个赛道都做了 我发现没有人 做搞笑这一块的 那就我来吧 这样呢 大家都知道 我是搞笑来的 那以后我在去发颠的时候 大家就会知道 我是真的在发颠 而不是突发恶极 事实证明呢 我的这个思路 是正确的 而且旗号也成功了 不仅让大众 了解了残障群体的另一面 也让更多 想要做自媒体的残疾朋友 有了新的方向 我的账号呢 虽然旗号成功了 但是大众对于 残障群体的关注度 依旧是不够的 所以我的账号呢 有关注 但不多 而且关于残疾人的事情 关于我自己的故事和经历 其实三五条视频 就已经说完了 最终视频内容 回归到我自己 普通的日常的时候 就没有人看了 加上我自己 就是做账号运营的 我很清楚地知道 去了残障这个标签 我没有别的长处 可以去别的赛道 跟别的博主 绝 根本绝不过 其实呢 有很多的残障博主 都面临这个问题 然后有一部分 选择了把他们自己的经历 一遍一遍反复拿出来说 我觉得这是很消耗 观众的一件事情 关于我的残障故事 就跟我的工作简历一样 薄薄的一页纸 我不可能反复地 读简历给观众听吧 我觉得 这个时候 如果观众还没有取关我 那么他对我的同情分 是大于对我视频的喜爱程度的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遇见了一个脑瘫宝宝的妈妈 她的女儿今年两岁了 有非常明显的脑瘫症状 她说 她女儿确诊的时候 她跟她的老公都非常的崩溃 一方面呢 是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做 另一方面呢 是担忧自己女儿的将来 然后呢 他们刷到了我的视频 这个妈妈就说 她说她突然就没有那么焦虑了 她说女儿以后就算是残疾的 但是如果以后能够像我这样生活 那也挺好的 就是跟正常人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 我去年呢 去西安看望了这一家人 然后宝宝的爸妈就跟我说 她说他们虽然知道脑瘫 不是什么罕见病 但平时确实接触不到这类群体 然后呢 也没办法想象 他们以后女儿 长大以后会怎么样 面临什么样的问题 所以呢 就特别地担忧 其实呢 跟我说过那次话的父母 不止他们一个 有很多个 就是出乎我意料的多 后来我就突然意识到 原来有那么多的父母 在通过我那些 无聊的数据差的日常视频 在憧憬自己残疾孩子的将来 然后呢 我突然又有了动力 做一个快乐的残障博主 不用强行励志 只是普通的生活日常 对这些家庭来说 也是有意义的 就在我这篇演讲稿 差不多定稿的时候 我的抖音粉丝群里面 一个残障朋友说 他去找工作 想做策划 做剪辑 但是呢 面试了那些公司 都想签他做主播 我说那也行 他做什么类型的呢 他说公司说要做励志的 你们看 这个事情 它真的不是我为了这个演讲 硬凹的一个选题 就像一些大学生 他们的论文选题一样 这不是硬凹的 它说现在自媒体时代 残障博主们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 残障只是我作为博主的一个 很重要的标签 有更多的人通过我 知道了脑瘫这个疾病 但是呢 你们千万不要以为 我只是脑瘫 我还有神经 我还有大病 守护残权 发疯自由 谁好人要搞励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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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